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道 今天是9月16日星期六 相信有部分观众能放假 大家休息饱休息够才慢慢听新闻 现在的气温是26度 外面是多云假不中天阴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 间中有雨有雷暴 雨势有时颇大 其实说起下雨 我昨天都中了伏 昨天的家人都以为天朗气清 就可以浪衣出去 结果大概11点半 即早上11点半的时候下大雨 家人出去了 只有我一个琴琴青又要跑出去收衣 最后都收不及 收了当然收了回来 但也有很多衣物濕了 另外就是关于昨天的那场红雨 和大家看看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香港再次受到暴雨侵袭 天文台在昨天晚上8点40分 发出红色暴雨警告 指在新界东北持续受到大雨影响 过去一两个小时 西贡沙田和大埔分别录得70毫米的雨量 至于马鞍山更加去到100毫米 西贡和马鞍山多处地方出现水浸 西贡的菠萝风路更加山泥傾射 相当恐怖 有网民上载照片和影片到社交平台 显示在西贡路近着大沖口村水浸 巴士经过的时候浅起水花 另外在西贡公路近着狮子三会的自然教育中心 也会浸浸浸 总之很多地方也是浸 其实现在香港人真的闻雨色变 另外下星期会不会又打风呢 我宁愿它打风打得整 因为打风不整三天雨 即是你那些雨才拿命 你这样打风其实就不算太过拿命 总之也不知道为什么香港现在变成这样 好像下少少雨又说水浸 希望趁着这个星期六日 你要清渠的人就尽量清渠 不要拖不要等 即是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等 除非你的东西再浸过 那当然如果你又不是老板又不是姓的话 你便说知他 但是始终这些都是很大影响的 也希望早点去清掉垃圾、树木、淤泥 好了跟大家看新闻 38岁的蓝电工学徒 在10日在沙田科学员工作期间 怀疑捉电抢救不治 他年过65岁已退休的爸爸 在昨天在工业商忘权益会协助下见记者 就说了 儿子是独子 入职了不足三个月 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为人敲信 并且大部分的薪金都会交给父母 如今突然离世 父母是连他的链撞费用 亦都难以负担 盼望有心人去支援 陈富就指 当日就怀疑 现场的其他师傅 是未有确保电制房断电 要求学徒入去工作 酿成了惨剧 事后 二判三判公司互相邪猫尾射宅 大判更加是一个电话都没有 他强调即使要申请法律援助 亦都会去跟判头打官司追究到底 因为件事是搞到他的儿子走了 不能够令到件事不了了之 其实这种案件去申请法盘的话 都应该会申请到 至于你说胜算 我想应该都有 不过谁跟陈爸爸说 究竟那些人未确保断电 到时那些员工 不会再跟你上庭造证 即是叫做私底下可怜你的儿子 可怜你 跟你说是没问题的 但上庭造证是等于断了自己前途 到时就不会有人理你了 因为类似的事情 我都经历过人生是很黑暗 所以为什么呢 以前的我是没有其他 当时是护士学生 现在已经做了护士的人去帮 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前途着想 我为公义帮你 我没有了护士牌 就和你一起在家里坐 你都傻了 所以我很明白 这些你希望透过法律去伸张 然后左扑右扑的那种绝望 特别是说明明自己的儿子 开始找到一份有专业资格的工 但突然之间三个月都未够 就遇到这些事情 其实确实是很令人心酸 而且见到那些二判三判公司 扯猫尾 大判直情 不打电话过来 不听电话 当没了回事 要有一个家属 即是不断去追讨 如果家属不追讨的话 我敢说 到时连一千元的慰问金 等等 全部东西都不会有 到其时大家 那些二判三判 还可以睡得相当安乐 你不来追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来追 你除非找到一些法律 去勒令我做 否则我都不会理你 一定是这种状况 即是基层的人 想着透过法律去 对这些大机构大人物追讨 过程的绝望 你未经历过 你是难以想像的 即是你最多都是在听我说 很绝望 究竟当时的心态是怎样 难以想像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JPAS 其实我在昨天晚上 我都收到有好几位观众 WhatsApp我 WhatsApp我什么 就不是说骂我昨天那两条片 而是找回我在刚刚拍片 即是两年半之前 我拍过几条片 讲陈怡 即是现在 就拿回一些片 就说 哇 井仔你看得很准 有些东西 我都不想自己看得准 但奈何了 看准了 代表了一定是有人遇害的 好了 这一单新闻 就是说 其实JPAS这一间 一早都已经有些蛊惑 即是未被证监会警告之前 有内地用家 即是这个JPAS 不仅是扎根于香港 它是扎根于全世界 所以就算内地有明文规定 就说不让你玩加密货币 也好 仍然都是有少数人 它们觉得自己能够赚钱 所以都入钱去这个平台 那里 接着有一个内地用家 他在内地出不到金 7月的时候 即是说6、7月的时候 已经有些问题 他出不到金 接着人就邀请他 他就说 你接着7月 下来香港的时候 就可以出到金 但是 当他去到上水之后 就联络过职员 然后随即被数名人士 就在七人车那里 冲出来襲击 打他 而且重点的是什么 将他手机打烂了 当时警方就表示 正在通缉中四个人 包括一名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三名黑衣人 现在警方也高调 呼吁所有的苦主 就联络警方去报案 总之这件事就惨了 原来这个深圳人余先生 有20万美金 原来不是6月出不到金 是由今年的1月起 已经出不到金 即是自己有140多万港元 在别人那里 接着已经要来香港 拿回钱的时候 原来我这么辛苦下来 是安排别人来打我 即是手机又没钱 也肯定拿不到 那你就想想 究竟有多惨 即是什么 林作啊 陈怡啊 帮着这些苦主 把嘴这么硬 又在说 不知怎样怎样 帮了这些苦主先 对不对 这些真的惨惨惨惨 即是140多万 都不知道要做多久 才能存得到 接着 没了 钱没了 玩完了 就是这样 很有趣 这些加密货币的东西 我自己 一直都很讨厌骗徒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这些欠钱 接着 现在欠钱 还要很嘴贱 还以为自己是正义 拍片放上youtube 那些 希望千万不要离开香港 等警方慢慢查 即是如果你把嘴这么硬 的话 就慢慢等警方查 我相信 今次这件事 不会像以前的不了了之 又或者走到佬 就当算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曾经奪得港式奶茶国际冠军 和金烟殃冠军的金茶王 罗德 就在天后开始查餐厅 叫做得道 开业不足一个月 得道在昨天发声明说 罗德是14日的时候 早上就因为急性心脏病离世 餐厅团队直言 对于这个恶号 就心感震惊和难过 形容他一身人 敬业拗业 将一身奉献给香港的奶茶 鸳鸯 可以说是茶餐厅的一代宗司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本地私校 香港道尔顿学校 同有64年历史的老牌 西校玫瑰江学校 在昨天突然间宣布两校合并 到最后合并了之后 现有的初中生 就需要去转校就读高中 这个详细就不说了 我估计应该也是那些 適宁的学童人口越来越少 所以要想 合并之源 如果不是的话 预期两家学校被人失效 倒不如就是说 我们两个当中活一个 最起码可以保住部分员工的饭碗 如果不是你一撒校的话 其他职员就会大规模被裁员 因为你现在其他学校都吃不完 但如果你二合一的话 有些废话的老师就会被人摔走 有些历史又或者比较劲的老师 就会继续留在这儿 好了下一单新闻 男童志情侣和一名男子 去到酒店开访 他们的party 即成年人聚会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 就喝了俗称G水的一些药物之后 就不惜 其后就更加证实死亡 死者任职运输工的男朋友 期间就因为涉嫌其他案件而被通緝 警方到场调查的时候 他就用了死者的身份去向警员说 我是谁谁 但实际上就是死了那个 然后就互相调包身份 但是警员发现有不妥之后 就验手指毛 因为你身份证和你手指毛挂勾 所以你不能导用别人身份 最后就发现 原来你这个男友除了调包人之外 原来你们还有吸食非法药物 你还要牵涉到调包 最后分两名被告 因为太大罪 又牵涉人死 你又吃非法药物 你又调包 你又双包 你又捏哩咯咯啦 最后判了七十六个月和八十二个月 即等于重判了六年和七年 但这些人自己拿来 下一单新闻 西貢有船隻著火 在昨天下午12時52分 在一間遊艇會中據報 有一艘近15米長的遊艇起火無煙 職員大經報警 消防船抵達現場用一條喉及一隊煙霧隊把火救息 初步相信船上雪櫃短路起火 並無可疑 警方事後聯絡57歲的法國籍船主返回了解 岸上有個赤膊的男子慌忙地在岸邊拖喉射水 影片中傳出不斷叫 Water!Water!Water!不夠力!不夠力!不夠力! 這些緊張的聲音 其後見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有人高夫說 解纜走!讓這艘船走! 不然火燒連環船 到時變成赤壁之戰 這些船很貴 不知四百多萬還是一千萬一隻 你就因爲一個爛鬼雪櫃仔 然後搞到著火 真是很不值 雪櫃值得多少錢? 比盡你最美的就是一萬元一架雪櫃 但是你那架東西起碼四百萬一千萬 因爲一個雪櫃搞到整架船報銷 真是可憐了 好,下一則新聞 國慶的煙花相隔五年 將會在下個月的一號夜晚九點 再驗為港上空 今次的會議將會歷時二十三分鐘二十八秒 合共會發放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枚煙 聽說會花費一千八百萬 將會展現多個特色煙花圖案 包括深深雙印圖、楊紫荊圖 和紅色五國星圖 總之就是希望振興香港市面 振興情緒 讓大家嘻嘻哈哈開開心心 好,下一則新聞 香港政府在前天舉辦了 香港夜繽紛啟動禮 希望重振本港經濟 昨晚就是第一個繽紛夜 又去到中環行商場和吃晚飯的市民 他們就說不看好 認為連串活動不吸引 寧願早早回家看電視 他們就說不是時間的問題 亦有人就說活動不貼地 例如是受年輕人歡迎的北旗文化遭到打壓 建議政府應該是首先需要減輕市民的生活壓力 其實就算你說井井是說好香港故事的 但老實說我本人都不太認同這些活動 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覺得真的不是時間問題 大佬,你每天做到隻狗 你哪有空出去消費娛樂? 有時間,我要爭取時間休息 大哥 不是說今天玩完之後 明天就可以完全沒有壓力 你不能休息 你的時間,你的身體疲勞 全部累積在這裏 你想想,日做夜做才賺得雞稅 那麼多的時候 你哪有空還要拿這麼多錢出來跟你玩呢? 還有大家要知道 如果那些什麼魚蛋三十元六顆 坦白說我吃不起 我寧願自己買些魚蛋回家 自己開煲滾水錄飽它 大家要明白 可能這些諾斌芬的對象 不是我這些基層 所以我自己沒辦法理會 還有他們這些夜市很多啤酒 剛巧我就是滴酒不尖味人 所以這些活動與我無關 坦白說我有時間的話 我在家哀下發下牛鬥休息下 其實是更開心的 好了,下一單新聞 高鐵在4月全面恢復服務 以往在西九龍站代購內地車票 出現回鄉證的電子版本就可以了 但是有記者在上個月實測發現 港鐵的職員要求連任回鄉證的子本 不再接受電子版本 職員在接收過子本之後 沒有影印和核查之下 就給予人 等於看都不看 其實這件事是很不方便的 因為在現在 你所有東西都是給手機就可以了 你哪裏還能接受 什麼紙本那些 其實現在你要找個印刷 我不知道各位家裏有沒有印刷 但對我來說 我要搞印刷 我要影印東西 我是很麻煩的 我是說 我要找我的朋友 他們上班的那裏有印刷 幫我印幾張紙 收工的時候我過來找你 因為印刷這件事 越來越少用 我沒有理由 可能兩三個月才要用一次印刷 你沒有理由叫我特意買 但有時候的東西就是這樣 你平時沒有準備 到你要去用的時候 你又要不斷打人情牌 去叫朋友 幫手印張紙 然後又要特意來找你 所以現在一聽到 組織機構 除非你說 你是申請一些很嚴重很正經的東西 否則你還是只是收紙本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該罵的 張欣宇也罵了 就說 港鐵你這個做法 都不是以客為本的 你好像上次以前 你只是看電子版本 你方便客人 突然之間 你反而是反過來 方便職員算數 你這樣怎麼做生意 好 下一單新聞 食物環境的食物安全中心 在昨天晚上公佈 中心檢查了一批 日本進口食品的時候 發現了三包 來自受限制入口的沽類產品 並且沒有輻射證明書 和出口箱證明書 中心已經封存了涉事的產品 並沒有流出市面 正在跟進這個事件 懷疑有關的進口商 違反了食物安全命令 這些經常又說 要打日本品牌的時候 你又不做足 現在就叫做被人捉到 下一單新聞 一個無犯的高中生 數年前就和一個年滿13歲的女同學拍拖 期間有三次她們先後發生了成人的行為 兩個人在拍拖一個月之後就分手 後來兩個人曾經交往的留言四起 女同學就出之頂不順 就向社工傾訴 最終揭發了這件事 無犯新就在昨天在西九龍法院 承認三項非法成人的罪 在庭上透露自己過往曾經牽涉過兩宗風化案 獲准以警司警戒方式處理 辯方求情的時候就說 無犯新成績優異 轉校的時候更加成為總領袖身 法官就說 這些事就等到10月4日判刑 其實這些人很嚴重 因為十三歲而已 十三歲而已 所以就算她不用坐也好 但我覺得都大機會 要入那些男童圈那裡 吃下雞也吃下芥蘭 好了 下一單新聞 香港過去一個星期 就新增了一宗淚鼻椎確診個案 患者就是一個住在黃大仙沙田咬村的53歲男子 他就在9月4日因為呼吸困難和下肢水腫 就送到伊莉莎白醫院的急症室求產 現時狀況就是穩定 病人在出現病症之前 就經歷過10號風球 就在想著 究竟是否因為10號風球 所以就把一些帶有病菌的土壤 就在其他地方送到黃大仙那邊 醫生就說未必有關 總之就是說 如果你抵抗力不是極差的話 其實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好了 下一單新聞 衛生防護中心就在昨天公佈了一宗 兒童感染甲型流感的嚴重個案 這單案件其實前天都說過了 另外也都有一間學校 叫做沙田聖工會的臨球謀中學 爆發了上呼吸度的感染個案 牽涉到20名學童 年齡就介乎14至17歲 當中15人就已經求產 無需送院 總之其實除了新冠之外 流感都在我們身邊陪陪 如果你是長者的話 你認為自己有需要 都記得要去打流感疫苗 不過現在說好像有點遲 因為已經過了時間了 好了 下一單新聞 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隊的 前助理教練王子偉 涉嫌在三年前三度去鹹豬首一名女子 被控三項罪名 他否認控罪 案件在昨天在西九龍法院遇審 預料傳召三名證人 辯方透露將會爭取被告警戒招刑 裁判官排期到11月1日開審 預期是需要審三天 期間被告獲准保釋 不知道會不會成為了 又是呂麗堯的me too事件 呂麗堯那件事 事後呂麗堯是被人罵爆 當時我都看著她的IG 是不知道被幾萬人瘋狂罵她 即是說你屈人 你害到你教練怎樣怎樣怎樣 不過不要緊 呂麗堯現在仍然都是開心跑步 都是繼續接著廣告去賺錢 下一則新聞 在港島半山在昨天發生企圖爆竊案 警方在昨天晚上7月41日接報說 一名可疑男子在舊山頂道3號的大廈外場爬水渠 懷疑有人圖謀不軌 警員到場接獲這名中國籍男子 並且在她身上檢獲到懷疑爆竊的工具 並且以企圖爆竊把她拘捕 涉案的大廈初步沒有損失 下一則新聞 旺角警區在今年7月31日去到9月6日接獲了3宗報案 報案人懷疑收到虛擬綁架的騙徒來電 聲稱是報案人的子女又或者親人 說我現時需要大量現金 立即去哪裏哪裏給錢我 最後旺角警區經深入調查後 分別在牛頭角和秀茂萍 拘捕了一名48歲的本地男子和36歲的本地女子 這兩個人牽涉到3宗同類型騙案 涉款金額達到39萬 拘捕這些人就最好 下一則新聞 東涌發生了嚴重車禍 在昨晚10點02分 一架電單車在東涌建東路近鑽東路 據報與一架蜜豆車相撞 電單車28歲的藍牙瑞斯基 重傷昏迷送到北大嶼山醫院搶救 其後回復清醒 涉事的電單車車尾放有一個外賣袋 所以預計他是騎兵 總之騎著電單車送外賣 但撞到人很傷 電單車嚴重損毀 亦有食物從食物袋掉出來 最重要是希望人沒事 下一則新聞 大埔泰和廣場發生了塌假天花意外 昨晚7時07分 警方接報說 在泰和廣場二樓一間化妝品店對開 有一幅大約50厘米乘50厘米的女側假天花突然塌下來 一個年約48歲的女子遭到擊中腳步受傷 幸好仍然清醒 然後送到拿打素醫院治理 警方到場調查 商場圍封的時候 看到除了假天花之外 連天上的塵全部都掉下來 下一則新聞 警方在昨天晚上6時46分接報 一名男子在長沙灣英華街一間小學禮堂 做熱身運動時暈倒 然後送往明安醫院搶救 其後證實死亡 據了解 死者58歲姓陳 是學生家長 事發時正在做熱身運動 準備打羽毛球 學生還不哭死 無緣無故做熱身打羽毛球時 我一聲就離開了 嘩 哭都哭死人 下一則新聞 新界南警區分別在星期二至星期四 發生四宗猜猜我是誰的騙案中 拘捕四男一女 年齡這個重點介乎12至29歲 當中四名被捕人 有就讀中一至中五的中學生 其中一個十四歲的女童 就牽涉到兩宗的騙案 總之都是騙長者 即是說孫女孫仔那些 哎呀我被人拘捕了 快點給五十萬過來保釋我 這樣 哎呀總之這些不斷在騙婆婆 其實這些是沒有陰功的 最緊要是拘捕人 還有最重要的是能夠拿回錢 去還給婆婆 還給公公 好啦下一單新聞 旺角警區的警員在14號 就在中五在區內展開了打擊賣春行動 分別在旺角的奶路神街 兩個住宅單位 拘捕了九個人 八名內地女子 年齡27至36 被人捉了 另外有些人就因為出事不了身份證 還有外出的時候沒有攜帶身份證 所以就被人捉了 這些傷情症下來賺食那些 但強調 這些就不是香港想要的人才來的 即不是說只是下來香港賺錢 然後賺完錢 不管你合法好 違法好 即是他們賺完錢 又是回到內地使用 所以這些我就當它合法也好 其實它都是促進不了香港的經濟 反而是說 會將香港的外匯 我們的港幣 叫做混上去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大埔的美新里一間的食肆 在昨天中午 就遭到一名新村街坊裝 穿著人字拖的男子 偷走了 擺在收銀櫃的一部iPad 店舖的負責人 就拍到整個偷竊過程 並且擺上網去緝空和緝賊 並且提醒 即是那些手機回收店老闆 就要小心摺到拆裝 其後 一名食肆的員工就認得出 這個賊是附近泰和村的街坊 隨即就說到有關的單位 人裝並獲 然後就報警將它拘捕了 這些人很愚蠢 就是為了偷東西 還有什麼 還有現在的iPad 等等 其實都不太貴 即是一兩千元有一部 你買不起iPad 你用其他Android的平板 其實很好醜醜 千多元都已經有一部 最後搞到自己愚蠢蠢 被人拘捕了都不知道為甚麼 好了 下一單新聞 臨近十一假期和中秋節 內地對於貴價食材的需求上升不斷 有不法分子鋌而走險 在社區進行走私活動 海關在十四號 在香港仔魚市場 偵破了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 檢獲1,600隻活龍蝦和花膠等貴價食材 估計市值1,100萬 案件仍在調查中 暫時未有人被捕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11點47分 警方接獲報案 警方說 有三到四名戴著面罩的男子 手持鐵錘 闖進去中環得富道中141號大廈 一間證券公司 並且用鐵錘破壞證券公司 多個電腦屏幕 其後逃離現場 警方追捷 不知道會否遲些 有人無面拿著鐵錘 去到加密貨幣兌換中心 警方說 哎呀給我錢 你你你你你 導我入金 然後不斷打打鬧鬧 不知道會否有這件事發生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在昨天的早上11點34分 在深水埗福華街53號一個單位 因為跟換鋁槍要搭辦 懷疑在工程期間 有碩士飛到街上 打中了地面 一架停在咪標的兩部私家車 車主返回見狀後報警 兩部車的車頭粒和擋風玻璃損毀 一名工程的負責人 就落樓了解 經過警方調查後 雙方就在商討他們賠償的安排 好了 等於今次這件事白做 你又要賠錢給人 然後你又要搭棚去幫人做事 你賺回來的錢 你都等於要賠錢給人 好了 下一單新聞 香港經歷完小幾部員工程 在昨天早上10時13分 在新蒲江太子道東 Mikiki商場地庫位置 有一間餐廳無煙起火 並且噴出街 消防到場把火救息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亦無需疏散 難怪就是昨天好像有印象 留意到消防車 不是啊 10時這個時候我還未出去 好了 下一單新聞 香港經歷完世紀暴雨之後 多區就發生了水浸 在昨天早上 有記者就去到一個二級歷史建築物 叫做莊嵌國炮台 去看看什麼事 就說原來那裡有山泥傾瀉 然後有極大量積水 總之這些地方就麻煩了 即是現在但凡下雨下大一點 大家就會說五百年一住 五百年一住 計算昨天那次 我們已經經歷了三個五百年 那些人搞笑就說 孫悟空都已經被人放了出來三次 想不到香港的水利工程都還未整好 希望不要再有第四、第五、第六次 希望不要打風 那些風不要再過來香港 那真是大家都頂不順 下一單新聞 在昨天早上 在昨天早上八點四十七分 在中環都爹里街六號 一間美式扒房餐廳遭到被人淋紅油破壞 警方就接報到場調查 現場可以見到 把房近住廚窗的位置被人淋紅油 並且是波及對開行人路 警方就將案件列作為刑事委壞案處理 好了 最後一單新聞 在昨天早上八點 一間校巴沿著長沙環道往旺角方向行駛 駛到營盤街的街口突然間失控 撞向了路牌、鐵欄和交通燈 整個的交通燈箱就跌在馬路上 校巴的車頭就塌陷損位 車上的四男一女童並無大礙 由於校巴有漏油 所以消防員就到場協助處理 幸好沒有大礙 不過對於學生哥來說 都應該會嚇過半死 我這麼大個人都未經歷過車禍 所以很難想像 像小學生一樣經歷車禍 究竟他們當時會有多害怕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見 好,就這樣,拜拜